各位師兄好 又是我Kenny 跟大家說回1月22日谷草賽事的賽後報告摘要重點 第一場小組就莫雷拉騎這隻熱門的醒目快驅 對這隻失去了競爭機會的坐騎 用邊而警告他 莫雷拉對這隻已經沒有競爭機會的醒目快驅 來一個藤條蚊豬肉 小組同時就莫雷拉用邊拍打肩部的前方而警告他 賽後潘頓也指出蒜頭爺爺是這隻試賽輔榜 因為大幅增加 以及這次是坐騎很久以來第一次需要輔到這麼重 所以有一個令人失望的表現 但是這麼失望的表現又未能提供任何解釋 潘頓的意思蒜頭爺爺這隻瘋狂落飛的熱門輸了 就是因為太久沒有試過負金重磅了 所以輸了 獸醫又開工去檢查蒜頭爺爺賺錢過年 但是就是沒有明顯異常之處的 第二場 去到650米柱 善傳千里 即是落飛贏馬那隻 一度就收慢避開那隻 彭國年在外檔 切過來的全心全意的後體 全心全意超越善傳千里 是帶頭的姿仔 在未有打燈充分帶來之下 向內就移入 小組就告解彭國年 他需要確保已經充分帶來之後 才可以轉換跑線 那麼獸醫又立即開工 賺錢過年 這樣去檢查一下這隻電子大師 內規鏡顯示這隻電子大師 氣管裏面有很多血 所以又要再次經過獸醫檢驗 才可以再次出賽 那麼第三場 希威森之前受訪問關於這隻前進 我再前都不看好他的 他根本都未熟 我仍然覺得他是一隻千里 千六馬來的 現在的路程是嚴短的 這隻前進 那麼希威森出閘就笨拙 因而就失地 又笨拙又失地 然後其後受到吹拆的時候 就佔取剿前的位置 最後希威森再報告 他的馬安在早段 就已經向後滑移 令到他陷於不利的處境 那麼希威森又失地 又出閘拙又馬安滑移 又不利處境都剷過第四回來 那麼究竟是否是千六馬 還是希威森是老點 還是馬很高質 各位師兄自己定奪 那麼去到第四場 那隻幸運精選 內規鏡去檢查之後 這隻馬氣管裡面有很多血 又是老鳳 經過獸醫檢驗 才可以再次出賽 那麼去到第五場 莫雷拉表示被查詢的時候 即是莫雷拉又被查詢 他說賽前預計 那晚的步速會很快 即是我預計 那場的賽事步速會很快 那麼他又獲指示 盡可能將這隻青年財進 又是審集成 至於領放馬之後 約大約第三或第四個位勁跑 那麼他說 坐騎欣起步之後 沒多久就在好田棧的內側呢 就緊迫勁跑 他認為若要佔取賽前所指示的位置呢 就會浪費太多氣力了嘛 小組 你都要想想切身處地 那麼因此呢 他就選擇將這隻馬 在馬群後面切入 那麼接近這個內蘭的位置 省一點位 那麼坐騎欣宜呢 他居在國賽前預計的部署 較後的位置 即是呢 如果擺前的話呢 就會浪費太多力的嘛 那麼 寧願擺厚一點 就減去內蘭那裏 省一點位置 然後莫雷拉又補多兩票 他說青年財進去到五百米柱的時候 受阻礙之後呢 他接著去到三百米柱呢 將坐騎移到馬群外面的時候 坐騎其後呢 就以佳勢 衝刺喔 沈澤成的第一隻 那麼去到第六場呢 這隻隨我來啊 那麼因為 配安的時候沒有 綁不到你 綁不到你啊 那麼去到 起步點之後才綁你啦 那麼隨我來綁了你之後呢 就覺得煩躁不安這樣說 接著後足樹立就倒下 那就是 玩這個四腳朝天啊 壽依認為呢 就不可以出賽 那麼小組呢 就認為這隻 隨我來呢 要經過壽依檢驗才可以再次出賽啊 那麼軍炮呢 就入閘又煩躁不安 唉本來不用跑的嘛 你幹嘛叫我出來跑呢 軍炮講的 那麼穩定了情緒之後呢 一開閘的時候呢 就急速以後足樹立啊 就是 只是拿兩隻腳就站在那裡 同大家拜個年啦 那麼因而失地甚多這樣說啊 那麼軍炮又是要經過試襲合格 才可以再次出賽啦 那麼彭國年呢 剛才就咳人家 就沒有打燈了嘛 被人警告 這隻鑽式神聖就被人查詢了 令人失望的表現的時候呢 彭國年就說了 雖然他認為那場賽事的步速啊 因為慢啊嘛 就不適合這隻鑽式神聖的發揮咯 但是坐騎的走勢是令人滿意的啊 這裡他是說滿意的啊 他說啦 在五百米柱子那時候呢 就大力騎這隻鑽式神聖啦 就是不斷砌啊 但是這隻坐騎是毫無反應 死魚一樣啊 哎呀你給一些專業的精神給大家看看啦 但是呢 鑽式神聖呢 都未能預期 即是未能可以在預期這樣呢 在末段以勁勢衝刺這樣說的啊 即是又未能以勁勢衝刺 但是走勢又令人滿意這樣的意思呢 那麼鑽式神聖呢 就接受手衣檢查啦 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但是呢 就煩躁不安呢 就未能幫他做這個內規鏡的檢查啦 那麼第七場呢 那麼跑到五百米柱啊 陳家熙那隻的勤德兼備啊 就在歡喜心和童話之間的摘毀勁跑啊 當時童話呢 就推到勤德兼備和會展達人之間的摘毀 那麼接近四百五十米柱呢 勤德兼備就向外邪跑就避開這隻童話 並且撞到這隻歡喜心 那麼歡喜心呢 就沒有了個平衡 就失去平衡這樣說的 那麼去到四百五十米柱呢 福威勝起初就嘗試移到這隻吉金堡的外邊 繼而移到那隻馬的內邊 又內又外這樣呢 那麼 那麼福威勝其後跑到四百五十米柱的時候 再勒備這隻吉金堡的後體 又失去了巴能士這個平衡啊 那麼 那麼獸醫又檢查這隻吉金堡 發現他後 後面那個車胎有一度割傷啊 那麼翡翠福聲呢 那末段呢 就在童話裡面就緊迫勁跑啊 當時童話就將頭轉側和內閃這樣說啊 那麼去到第八場啦 一去到起步點的時候呢 何摘堯就表示對這隻非凡品味的動作呢 就有些疑慮這樣說啊 那麼非凡品味呢 就要接受檢查 但是獸醫就認為他是適合出賽的 那麼 都爆了個冷門跑的第二回來啊 那麼 那麼賽後蘇兆輝就報告啊 性感在領先馬匹之後的好位競跑啊 其後衝刺呢 是令人滿意的 那麼直至去到末段呢 就開始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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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蘇兆輝又有解釋的哈 他認為性感呢 在競賽生涯的現在這個階段呢 仍然是有欠成熟這樣說啊 那麼 獸醫立即檢查這隻性感啦 原來內窺鏡檢查這隻馬的器官裡面呢 是有很多血啊 那麼性感呢 又要經過獸醫檢驗才可以再次出賽啊 那麼 那麼 審習成另一隻被人查詢的大合試啊 唉 放到好像脫掉了 上場加個頭罩就不放 今天脫掉了 那麼潘先生就被人查了 適時車牌身份證啊 潘先生 潘頓就未能就這個大合試令人失望的表演呢 提供任何解釋 即是不解釋 但是有很多東西說的哈 那麼 他說 大合試在大外檔出閘之後啊 在早段無需消耗太多氣力之下呢 就可以佔取了前列的位置 即是放這麼快都不關我的時間 我都不用力他 都不斷扯上去嘛 那麼過了九百米柱之後 就設入了領方了 起初呢 就走勢就是涼佳的 潘先生就保飛又華了 他是在轉直腦灣的時候 開始就騎這隻馬啦 但是坐騎呢 又是好像死魚一樣啦 一踩個油門下去呢 好像沒有入油一樣啊 那麼隨即呢 再受吹拆啦 那麼他說呢 坐騎跑到二百米柱的時候 就開始顯著的墮落啊 啊不是不是不是 是墮腿 那麼其後在末段呢 就不斷在那裡轉弱啦 那就是不斷在那裡 退退退退退退 就散了 那麼他又說 大俠士呢 在現在 拍賽事較後的階段 的動作呢 就有變差啊 動作變差 但是又未至於不良於行 所以他未能解釋坐騎表現 令人失望的原因 就是總之就說了這麼多東西 但是又未能解釋失望原因啦 那麼 那麼獸醫檢查大俠士啦 就這樣 但是呢 獸醫又是說沒有什麼明顯 異常之處啊 那麼小組呢 就答多兩句 買了的朋友寶寶菲啦 希望大家輸得塌一點啦 那麼大俠士包什麼而回啊 小組呢 認為那隻馬表現啊 是難以接受啊 那麼你不接受當然又怎樣呢 又是試襲合格啊 什麼獸醫檢查 才可以再次出賽咯 小組認為這隻馬的表現 是難以接受啊 那麼你不接受當然又怎樣啊 又是這樣 那麼 第九場三班千二賽後 潘先生的審習成的知度必勝 哎 潘先生問題 是馬寶審習成文化三寶啊 陣上的形勢呢 就 令到這隻 知度必勝呢 在末段 未能以勁勢衝刺啊 潘頓就說啦 坐騎出閘呢 是緊熟一般的 騎後沒多久就向外邪跑的 加州多寶就撞我啊 小組 我是被人撞的嘛 那麼他就需要消耗坐騎好多力氣呢 才可以漸聚了前列的位置啊 那跟剛才那一大俠士又不一樣啊 大俠士就一出來就 吵啊 都不用消耗氣力就吵斷自己了嘛 那麼這一隻呢 就 加州多寶呢 如果要擺前呢 我就要消耗好多氣力的嘛 小組 那麼坐騎之後呢 就要走三叠這樣說啊 那麼 直至跑到六百米柱之後呢 才可以移到進去極出進馬的外面 即是二叠啦 那麼他說 知道必勝呢 在過了三百米柱之後 就受到力賊友們一踩下去啊 但是在直路上是墮退這樣說的 他認為呢 是在早段和中段需消耗力氣所致啊 那麼獸醫立即檢查這隻 知道必勝呢 又是沒有什麼明顯異常之處啦 那麼獸醫再檢查昨天的 都是一個熊人來的 哈 葉楚漢啊 那麼又熊星啦 又熊旺啦 又蒜頭爺爺啦 跟著又 一大秋啦 那麼 每個都有飛啊 陰公 那麼 但是這隻熊星呢 就獸醫檢查就沒有明顯異常之處啊 獸醫跟著再檢查這一隻 首飾大勝呢 嘩 這隻首飾大勝呢 後來都落幾多飛啊 那麼 內規鏡就檢查這隻 這個首飾大勝呢 氣管裡面呢 又是有很多血啊 上一劑都是這樣的啦 那麼獸醫大勝呢 就必須通過獸醫檢驗呢 才可以再次出賽啊 那麼昨天審集成被人問話的馬呢 啊 就有這一隻這樣的 呃 青年財進啦 知道必勝啦 還有這隻這樣的大俠士啦 那麼覺得小弟覺得大俠士 是不是放快了啊 那麼知道必勝的 有隻極速進馬在這裡呢 那麼 不可以單騎領放都是 都可以解釋的 是不是 那麼那隻青年財進呢 莫雷拉騎 總之就是三隻馬 兩隻潘頓 一隻莫雷拉 那麼這隻莫雷拉的青年財進就說呢 呃 預計就想著跟著領放馬的三四位的 那麼 但是要消耗很多力啊 那我就留後一點咯 但是末段衝上來是以勁勢衝刺啊 那麼如果守三四位 那會怎樣啊 那當然要跑過自知啦 就是未能夠履行到他們的賽前的策略 但是都以勁勢衝刺啊 那麼各位自己想想啦 那麼小弟在這裡 祝大家新年快樂 馬運亨通 那麼開開心心啦 好啦 拜拜